有些人还要说什么道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这是一个标准的布尔乔亚意识形态啊 这是标准的布尔乔亚意识形态 这是标准的布尔乔亚意识形态 因为道德主观 就是靠你主观 内在的这种 感性内在的这种感受 维持这个道德是很无力的 我再强调一遍 因为道德是一种临时性的主观性的一种定在 一种一种这个概念 正义之概念 它在道德当中是一种临时性的主观性的一个东西 道德连什么都支撑不了 它连 它连这个禁忌都支撑不了 它无法支撑这个禁忌 因为你不可能面对你的父母的时候 你说我要不要和他发生某种爱遇性的亲密关系的时候 你得要看到德衡量一下 你难道不停的衡量吗 你难道会不停的对于这个禁忌加以道德衡量吗 Morality Moral means ways 只是一种不停的衡量一个 衡量一个所谓按照德性的标准 或者按照义无论的一种 一种不停的去 因然时然之间做比较 做对照 请问这个玩意它是作为某种因然告诉你 不不能那样子 应该不应该怎么样吗 不是的 这种禁忌家庭性的根本的禁忌 它从来不是通过道德结构 它一开始就是一种伦理性的结构 它一开始就是高于我们的感性的 高于我们的内在的主观性的感受的 它就是一种符号学上的一种 可以说是阉割 或者我们用那个指熟 指熟 指熟英语 我靠我要去搜一下 这是精神分析术语 Full Closure Full Closure 它永远不是靠不停的做道德判断的 它不是靠道德判断 不是靠良心的 不是靠主观的一种意志状态的 我意愿不去怎么样 我意愿 难道你不停的做一个 我意愿不去和我的近亲属 怎么怎么样吗 不可能的 It's not 它是一种伦理性的一种精神结构 它是一种伦理性的精神结构 了解吗 家庭这个环节 这个伦理环节都已经是超出道德的 更不要谈在市民社会这里面的所谓的布尔乔亚法权下的这个法律制度 它也是超越于这种道德的 它具有强制性 它强制性 因为这它俨然就好像是一个超越个体 超越主观状态的 就意识在那边 天经地义的在那边的一个 一个建制 一个架构 更不要谈我们的 更不要谈我们的法律了 我们的法律更不是那样的 我们的法律是一种 是超出这个黑格尔对于国家的把握的 黑格尔对于国家 那个国家是一个什么国家 顶多是一个君主利益 黑格尔的一个 它是一种半一元制的一个 不知道怎么说了 普鲁士啊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法律是更超出于 什么最低限度道德这种说辞 No 我们是有很明确的 有计划性 有目的的去推行 甚至是我们的法律是会引导道德的 我们的法律就有引导性 有教育性的 是有人民性的 归根结底是就人民性的 是反映人民的意志的 人民通过法律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Label Law of Labor 关于关于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relationship的这些 它是 直接的代表一种导向的 有价值导向在里面的 不仅仅有价值导向 就是通过 通过立法本身就 创制了一种 建制性的伦理性的价值 我们设置的不是道德性的价值 我们设置的是伦理性的价值 这些伦理性的价值 以法律作为它的实在的一个一个一个展现 它是凛人不可侵犯的 这是不可怀疑不可侵犯的 在这个意义上讲 法律是超出道德的 法律是引导道德 塑造道德 创造道德 法律是甚至是在很多维度上 很多重要的关键的维度上 是告诉你何谓道德的 比如同婚这些漏俗 比如说甚至有些地方的那种 一种临时性的一种夫妻关系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年代 在一些落后地区 它还有它的残余 是通过法律来引导来规制的 是通过法律来告诉他们 You should take this for granted 你要把这些东西看成是天经地义的 你光说道德是很无力的 说这种话的人就觉得 市民社会道德已经跑在法律前面了 这种话是非常有问题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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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不要以为 真不要以为你们这些市民社会 小布尔乔亚这个道德意识就跑在了 就你的对于价值的 对于这个观念 历史精神的一个把握 文化潮流的一个运动 你就觉得你走在前面了 你连定债都没有获得呢 这笑死了 笑死了 你连定债都没有能力获得 然后你实际上 实际上通过这种方式 实际上是在 尝试着以 其实上就是 就是你实际上就是在想要 线索法律的范围 线索法律的效率范围 使得这个法律退 往后退甚至退出他的伦理性的地位 甚至退到道德之下变成一种抽象法 这个完全忽视了法律的真正的意义 你们去看我们的教科书上写的法律 它本账是什么 那对于一个 class国家 它是工具 是什么什么的工具 但是对于我们 它是我们的 the will of the people 的一个真正的一个 emboliment 真正的一个实现 一个体现 真正的一个化身 对吧 will of people 它是 它是至高的 它比你这个 比你这些布尔乔亚的道德 局部的这些道德 局部的这些私人感受 就算你形成某种群体性的共鸣 一部分群体性的共鸣 它真的代表公共利益吗 你有任何论证基础吗 你有任何统计学的基础吗 你凭什么就是代表 它就是普遍性 然后你凭什么不停的 就在公共话语的领域里面 就不停的去做判断 不停的做否定性的判断 不停的也尝试着 去做一些肯定性的判断 因为这些肯定性的判断 在某些其他布尔乔亚的国家里面 是take for granted 何以致死 我只能说何以致死 这是It's wrong It's wrong 好吧 这是一个补充